一個紫藤畫的時候 你不能夠說單獨一個紫藤 那沒有什麼東西來配襯 那我就畫了 三隻蜜蜂 但是在畫這種昆蟲的時候 你要畫得很生動 第一個 角度不同 那第二個就是要把它的 質感 比如像昆蟲的 那種翅膀 薄如蠶翼 就是說那種很薄的 那種感覺要把它畫出來 然後讓它有一點陰開的 就是說有一點翅膀 跟身體 有在飛在那個震動的感覺 那個地方就給它 好像說有震動的感覺 那昆蟲的那種角 就是你不能夠它有六隻 你就畫六隻 有時候就是 隱隱約約的 可以看到 有事有事無的 那這樣就 搭配成一張花鳥 或者昆蟲花 畫花卉 畫 就會看起來比較 生動 教老師像這個蜜蜂 要從哪邊開始找什麼 像這個蜜蜂 它就是 你第一個開始從頭 頭 開始點一下 然後再來把它的 背拱起來 就是說它背讓它拱起來 那就好像表示比較有力量 然後再往 尾端的地方畫過去 那尾端它就是有一個 顏色跟身體 黑黑的 跟那種所謂的 弱黃色的 就產生 對比的 這種顏色 那就 再來畫 那種翅膀 我畫翅膀的時候一定是先畫 近我們這一邊的 先畫 那遠的那一邊就 慢了 它就是 事後才畫 朝我們這邊的鮮化 對對對 為什麼這邊鮮化 因為我們靠我們這邊的 會比較長 比較大 就是說我們看 比較接近我們 那那一邊就比較 少一點點 那一邊就比較少一點點 那這邊就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近的鮮化好再取決 遠的那個 那這個是一筆喔 一筆 一筆 這種就不能互筆的 所以 所謂一筆就是你把筆尖 整個打平了 它的顏色就是 都是一樣的 然後在側邊 再去沾一點點深的顏色 側的 然後這樣一筆 就這一邊是深的 這一邊整個都是 淺的 然後這樣的 用側峰的筆 畫過來 但是你在畫的時候要從裡面的 剛剛的那身體的部分 K的部分把它帶一點出來 那個水分 就是整支筆要有一點水分 然後那個水分是 好像是要把裡面的這個 身體的部分把它洗一點帶出來 它才會有融融的 這種好像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對的 應該的感覺 所以 那個時候身體 還沒乾 還沒乾 所以要控制得很好 就是說再畫這種 尤其翅膀 你 那麼薄的東西 你不用 重複 你重複就會變成厚了 所以一筆下去就要很肯定 那就是 一筆就完成一片翅膀 一筆就一個翅膀 沒辦法再修 修的時候就會 產生 那種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敗筆 對 那他的腳是最後化嗎 對 那腳因為在翅膀的下面 所以那種 有的地方蓋住 有的地方 雲雲雲雲雲雲看到 這樣 那 就是說再畫這種 有的在上面 飛下來的 有的是從下面飛過去 那最後的這一支就是 就是 等於是一個 三角型的構圖